民視Podcast來囉 九度推出台灣最強政論節目 你們兩個就是國賊 你們對不起所有的軍公將 標罵外交部長吳釗燮 國發會主委公民心 國民黨的立委費洪泰質疑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歐來臺 是為了商業利益 爭取我國退府勞退基金 投資他的相關公司 為了我們是假的嗎 這正常的評估啊 丟人的我跟你講 郭明信還可以叫受 你是丟人的嘛 冷靜冷靜 氣壯不代表理直啦 萬一你有血壓高 你不要臉嘛 又來了 不是又來了 我跟你講 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飛鴻泰氣到 把吳釗燮 郭明星趕下台 不給解釋空間 矛頭轉向衛福部長陳時中 高端營業收入可以做的那麼好 EPS做的有那麼高 第一工程你知道誰嗎 就是你旁邊的那一位 你這東西 疫苗不是 如果說他 馬上做馬上就做出來 我要替你回答這問題 如果你不瞭解的話 他是有長期的一個基礎的研究 才有辦法發展之後的一個情況 超端的第一工程 我不想跟你講 跟我無關 那你不能把研發跟真正實話 分開來說 對著陳時中爆氣拍桌 飛鴻泰質詢議題尖銳有備而來 他還老早印好手板 準備在跟蘇貞昌舌戰時 拿出來譏諷 沒想到蘇貞昌不但沒發怒 還不時扮演和氏佬發聲緩頰 這幾回二幾回 我跟你講 我今天準備兩個牌子 今天你表現還不錯 你上次跟人家吵架 我就說好怨的 你看我今天多麼老耳 蘇貞昌化解異常上的火藥味 只能說飛鴻泰的激將法 這回沒起到作用 飛鴻泰激將法 昨天好像對蘇貞昌沒有用 趕快來請教瑞德哥 怎麼看飛鴻泰 昨天這樣連豬炮的開罵 外交部長吳釗燮 國民黨少數的立法委員 因為他轄區的特色 他在國會殿堂質詢的時候 他罵的這些話 他這麼激烈的一個反應 我們可以理解了 他又不是罵給我們聽的 他這樣罵了以後 他轄區的相關的要選區的 這個等於說韓粉也好 還有深藍的選民也好 聽得很爽啊 很爽當然就當選了 當然就連任了嘛 但是他害垮了這個國民黨 如果每個國民黨 都像黃金平這樣多好 講道理嘛 很簡單講到 我不是要害黃金平啊 我說的是真的 為什麼你講道理嘛 講道理我可以接受 我們大家在很多的議題上面 支持的不一樣 當然我可以接受 為什麼 我請問大家 難道你國民黨不想重緩執政嗎 難道你國民黨不想跟美國政府 不管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呢 建立相關的交情跟關係嗎 你如果不想 然後為什麼 那麼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要重新在美國設立據點呢 我就不懂為什麼國民黨 自己要放棄在美國的據點 然後呢就暗然神山回到台灣 我不懂啊 建立一個據點跟建立一支特種部隊一樣 要十年的時間才能夠深耕啊 你本人的特種部隊 三十幾年前戰力非常強 就在你國民黨的手上把他廢掉了 現在你國民黨自己本身 那麼一樣廢掉自己的功夫 結果現在呢 你在罵未來有可能的共和黨的總統參選人喔 龐佩奧可能是未來共和黨的這個參選人喔 那麼共和黨很簡單啊 不管川普還要不要再選 龐佩奧是其中一個選項啊 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用這樣的方式羞辱他 我覺得你覺得那麼龐佩奧心理會好過嗎 你說他是為了商業利益來到台灣 龐佩奧真正的這個政治的相關的著緣點 應該是下一任的美國總統吧 先拿到共和黨的推薦 拿到共和黨推薦成為候選人以後呢 再去競選募款 競選那麼這個所謂的美國總統嘛 所以呢 我都不知道你們在幹什麼啊 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至於高端的股價 我更不懂了 從已經炒了一整年高端的股價 到現在 你們能夠舉出一個民進黨的相關的議員也好 還有包括立委也好 還有包括民進黨的任何政治人物也好 擁有高端的嗎 為了避嫌害我到今天都還沒有買一張高端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到時國民黨有幾個人跳出來 你忘了嗎 跳出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跳出來 其實我有七張 其實我有幾張 這個都是自己跳出來的嘛 你有什麼資格 有什麼條件 有什麼證據說 是為了要炒作高端的股票 高端炒作股票一定是 逢低買金用人頭買金用什麼 那你去查 查了半天都沒有 到時你國民黨好幾個都有嘛 對不對 不要用這種東西是含血噴人罵 當然你是國會議員 要隨便你怎麼講 隨便你怎麼演 隨便你 不過我倒覺得蠻訝異的 為什麼 前幾天跟這個等於說國民黨對罵的 這個蘇貞昌院長 人家多柔渴啊 對不對 把人四兩撥千斤把你撥走了 還有 國會議員不要以為在國會電場 罵三字經你就比較高貴 罵三字經罵髒話 你就比較等於說是國會議員 你的表現就可圈可點 如果罵髒話有用的話 那大家到街頭去 全部一堆流氓黑道都在罵髒話嘛 對不對 連基本的民主素養都不懂 在國會電場罵什麼三字經啊 那麼你聽過黃金平罵三字經嗎 不可能罵 他如果罵三字經 我就在一起嚼 你知道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我在國民黨中常會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嘛 你也是在國民黨中常會 因為不滿于北城的遭遇嘛 所以我還記得你把椅子拿起來摔 對不對 那個摔椅子的動作 我是非常贊成的 為什麼 我反對暴力 但是那一次 那麼黃金平摔是對的 因為國民黨做了錯誤的示範 對於願意出來說 那麼人家說 國有正成 齊國不亡 家有正子 齊家不敗 人家都願意講 難聽的話 願意講真話 用忠言逆給你聽 你把這些人給砍了 你知道嗎 但是我記得 好不容易這些 上個禮拜 大家還在傳言說 到底有沒有貴選 有沒有送禮物等等 國民黨選中常委 人家毅然決然 黃金平把他吃掉 這才是國民黨 有尬實的希望嘛 對不對 你們如果還是玩那些老套 還是用這一招 我問你嘛 如果你還是要這樣 下次如果 如果是這樣的話 請問一下 那為什麼 拜登派了五個重要的官員 來到台灣的時候 你們想盡辦法 要跟他見面 我告訴你啦 從頭到尾就是到後來 都是我們 都是民進黨執政政府 去安排 去拜託 人家才願意見你們啦 本來連見都不想見啦 如果你說 那是你們自己的功勞 跟民進黨的政府 都沒有關係 那我請問你啊 為什麼你們那個 已經表態要選 2024年總統的趙薩康 會說 希望 蔡英文政府協助 讓他跟在野黨見面 那很奇怪喔 連趙薩康都這樣講了嘛 如果你們早就要見面了 為什麼趙薩康這樣講嘛 你們想跟美國這個政府呢 搭上線 美國兩大黨搭上線 卻用這樣的方式去羞辱人 那我問你 國民黨怎麼可能再有機會 重返執政呢 昨天在立法院的情形 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國民黨的這個立委 會一直懷疑說 這個龐培歐千里迢迢來台灣 是為了要討錢的 這到底怎麼回事喔 我們等一下回來 再來請教釋方委員